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人们说自古红颜都拨鸣 我推翻一切做个真英雄 经过不让许美 往舞蹈光牵引 伸手不凡看我为武一振奋 能见不平我就出手不由于 成见出恶就是为了天下太平 两肋插刀 下骨柔情 素面朝天成兄道地一路前行 谁说屡次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一样初保安 两城的阳山 胜过阵阵男子汉 谁说屡次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我们携手同行一切进来 潇洒如风来去任世间 谁说屡次不如难 谁说屡次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一样初保安 两城的阳山 胜过阵阵男子汉 谁说屡次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我们携手同行一切进来 潇洒如风来去任世间 我怎么变得了 二叔 你怎么才起来 这些姑娘等了你很久了 等我 干什么 蓝桂芳现在不开饭店 该开计刃了 怎么说话的 这些姑娘是我找来给你相亲的 相亲 我几时说过我要相亲了 这个姑娘 既然你来相亲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妻子 在我心目中做我一个好妻子 应当食指不沾羊春水 什么也不用做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享福 就这样 好了回家等下 这个姑娘 我想问问你 如果说我的衣服上面沾上了墨汁 那么该怎么处理 那么怎么处理 这还不简单 只要把它丢掉不就行了 就这样子 哈哈哈 这个姑娘 我问问你 万一我选中了你 万一我们成了亲 那万一我们生了一堆孩子了 万一孩子又生病了 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打他骂他 如果再不听话 那我就考虑还要不要他了 好 好 谢谢 哈哈哈哈 再见 再见 走 走吧 走吧 慢走 走吧 慢走 不送了 有空别来了 哈哈哈 二叔 你谈得怎么样 其实刚才我和那些姑娘谈得挺好的 可是你问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你叫人家怎么回答吗 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 我问的全部都是一些很简单的 怎么打理日常家务 怎么带孩子之类的问题 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 怎么做欧阳东的老婆 没错 问的有道理 嗯 不过那些问题 别说他们答不出来 我也答不出来 那我真是不明白了 我大哥当初怎么会取你 啊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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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回来吃饭了 如此说来 我可能是真的对不起欧阳家 公主驾到 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秦香莲的 名女秦香莲见过公主 你就是秦香莲 看你外表端正怎么会如此疯癫 竟然自认为是驸马的妻子 公主 傅伯 带小康小家出去 是 夫人 快带他们出去 好的 夫人 名女拜见公主 公主今日大叫光宁有失愿意 请公主恕罪 不知公主今天大叫光宁所为何事 本宫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这个封夫人马上离开京城 别再惹是生非 否则 本宫不会让你好过的 并公主 陈师妹确是我相公 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京城的 香莲 岂有此理 公主 本宫贵为公主 难道教训区区一个丰富人 都要你来管吗 既然公主自知的身份尊贵 是经之御业 还读过圣贤之书 就更应该知道 凡事都要讲道理 香莲已经说得很清楚 她并非是疯子 香莲她 的确是陈师妹的结发妻子 何况 驸马她本就是个复兴汉 不知的公主为她抢出头 既然你知道她是我的驸马 那你们针对驸马 就是与本宫为敌 你的所作所为 只会害人害己 到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还不放手 公主 事不相瞒 名副本来打算离开京城 也不想连累陈师妹 是陈师妹狼子野心 尽连我和一对儿女的性命 都不肯放过 她既然已经无情 难道我想为自己的儿女 讨回一个公道 也不可以吗 要是正义不能声张 天理何在 鱼不可及 好 既然 你一定要和本宫对着干 那我就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香脸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好勇敢 明月 明月 现在连公主都亲自出面 我怕事情再这样发展下去 会连累小康和小家的 你放心吧 现在展护卫和盛南已经去了军州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 陈师妹抛弃糟糠的证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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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 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陈世美的人 陈世美 你们认识我堂兄 陈世美是你堂兄 对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 我们是帮他做事的 他在京城当了大官 所以派我们把他亲人接到京城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不用挨恨了 不用再多求了 不过你说你是陈世美的堂弟 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真的是我堂兄 我大嫂叫秦湘莲 他们还有一子一女 可说无品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是陈世美的堂弟 这个 陈家的人死的死 走的走 有了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我们陈家的族谱 这不就证明我的身份了吗 走吧 走走走 这边 自从我叔叔跟婶婶死了 嫂子在几个月前带着两个孩子走了以后 这间屋子就再没人住了 找到了 找到了 你们看 这就是我们陈家的族谱 这就是我堂兄陈世美 这就是我陈成才 怎么样 我没骗你们吧 后来他娶了秦湘莲为妻 生了一对儿女 叫陈小康 陈小佳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既然这样 我们去带你回京城 跟你堂兄相认吧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启程吧 好 可是去开封的船早已经开走了 那怎么办 不如你们就在这住一晚吧 反正我也要回去打点行装 我们明天再走 这样也好 行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我不饿 你先吃吧 我有点事 先出去一下 人都抓兜了 你还出去干嘛呀 你别管了 累了 你先休息吧 我 我 你 我 你 我这边玩到底去哪了 怎么那么久还不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行 我得去找他 你去哪了 这么晚都不回来 害得我一直在找你 我们不是没什么干粮了吗 所以我打了一只野兔 这么大一只兔子 你打算怎么吃 这荒山野岭的还能怎么吃 升个火烤好吧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懂得吃 就算是在荒郊野岭 同样可以做出美味佳肴的 怎么做 打猎你是高手 可是说到做菜 还是算我厉害 别忘了 我可是厨子 你为什么用泥包着兔子还把它买进来 一会你就知道了 保证你待会吃的 空水之流 一会你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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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的没错吧 这个闻起来香 吃起来更不香 保证你停下滚 还不错 挺好吃的 你再过来一块 你得一小块 这都是我的 你别这么小气 再过来一块 再给我来一块 就一块 给我 我 干嘛呢 我今晚就睡这里 这给你 里面还有一床呢 不用了 你自己啊 留着用吧 我闯的将会习惯了 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赶路呢 Questions 啊 好 我 助到 没有 我 我 我一个人在两床被子都那么冷 它一定很冷吧 你干什么 我看外面疯到 所以 不用了 既然疯到 你多盖点吧 我如果觉得冷 会生火去暖的 你可别着凉了 别因为生病耽误大事 早点睡吧 真是好心没好报 这么晚了带我来这破庙干嘛 脏兮兮 你以为我愿意 你忘了 今天是韩琪的尾妻 陈世伟的案子快要开审了 如果再找不到证据的话 那就得放人了 你不是一直吵着要找到证据来治他的罪吗 那也不用来这里 包大人已经派王朝马汉他们四个人去守着紫西宫了 有什么动静会马上回禀的 你自己也说了 包大人只派了他们四个人去 要是有第五个人离开宫 那谁去跟踪 不要全只要他们四个靠自己更好 那跟来这儿有什么关系 韩琪怎么说也是紫西宫的人吗 总有一些讲义气的兄弟知道内情 那也不一定吗 稍微有点良心的 今晚也会来祭奠一下他的是不是 有人来了快蹲下 韩大哥 今天是你的伪妻 咱们兄弟一场特地前来祭拜 希望你在黄泉路上一路走马 早日投胎 喂 喂 现在该怎么办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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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的火草了 是 我知心寒情 韩大哥 我以为受驸马爷的指使 听下他的气啊 我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行 现在下了地狱 你们都往我惩罚我 折磨我 我现在好惨 所以希望你们出来 激发驸马的恶行 可以让我遭遇超生 杀他气儿 这件事与驸马也有关系 韩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喂 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 那接下来怎么办 打我打 老鼠 老鼠 什么人 你们想干什么 不用怕 有我在这 岂有此理 原来是你们两个人在搞鬼 你们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莫菲 你们跟韩大哥的死有关 不 你们误会了 其实你们的主子驸马爷才是害死韩琪的凶手 没错 我们这么做的 无非是想让你们出来指正陈世梅 以为韩琪在天之灵 别跟他们废话 把他们带回紫西宫再说 有话慢慢说 韩琪 别跑 别跑 跑不动 我这么远 听得听不上了 听不上了 都怪你 堂堂男子汉 怕只老鼠 你说得轻巧 那老鼠那么大一只 夸张 你光会说我 也不说说你自己 你堂堂女捕快 人家一拔刀 你就吓成这样 我是皇上御刺的女捕快 你我自己想做 你 话说回来了 那现在太惊动了 紫西宫的人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反正今晚也是功亏一篑 那不如我们 干嘛 你不用怕 不如我们走一步算一步 又怎么了 脚扭了 怎么这样 怎样 很疼吗 背完了 天要下雨了 这样吧 你背我 背你 神经病 喂 你有没有点人情怪 扔下我 扶你走不走 也好 来 好轻 你不要抢来 我 别摆了 我 肯太冲动了 就是 哎 怎么了 各个愁眉苦脸的 明月 你昨晚是不是去过破庙 还遇上了紫锡宫的侍卫 你怎么知道 昨晚是韩琪的尾妻 所以我和欧阳东到破庙里去 想去劝说侍卫做人正吗 你也不想想 他们身为紫锡宫的侍卫 怎么会出来指证他们的主子呢 就是吗 你们怎么知道 你们不是去监视紫锡宫的人吗 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还说 今天一大早 公主向皇上报状 说我们开封府的人办案不当 这下可好了 上头下令了 禁止我们开封府的人 靠近紫锡宫和宫中所有的人了 什么 还不都是因为你和欧阳壮时 弄得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哼 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的 敏玉 我知道你和秦大嫂是好姐妹 很想为她讨回公道 但是 你还是暂时不要插手此事了 以免再生肢解 可是陈宫美的案子就要开审了 那 道大人说了 案子的事你就不要担心了 展会和盛南就要回来了 这段时间 你就好好地照顾秦大嫂 这段时间 我也只是想查得清楚而已 这公主用得着去搞义状吗 要是没做亏心事 怕人在查吗 真是 真是 奉皇上圣誉 此路图经紫西宫 所以开封府的捕快一律不得经过 路都不让走 你们也太霸道了吧 其他人都可以走 就是你们开封府的捕快不可以走 看你一见女流怎么还学人家当捕快 你说什么 干嘛 想抗旨吗 不走就不走 谁稀罕呢 公主每逢出一时务都去打向我自败神的 每次都会给我们很多钱 不吃了就拿不到了 那快快快快 来站住 干什么呢 我想见公主 走吧 公主吩咐过 今天什么人都不见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公主说 走吧 我们公主是不会见你的 我先回家 你不要取下 你不要取下 公主 参见公主 大胆 皇上已经下旨 不准开封府的人接近本宫 和紫西宫的人半步 你竟敢抗旨 来人 给我拿下 是 公主您听我说 我只是想出一句话 给我打 是 走 公主 你误会了 我求求你听我一句 我说完就走 我来找公主是希望 希望公主不要被陈氏妹所蒙蔽 我今天 我今天不是用捕快的身份来找您的 而是一个为人妻子的身份来找您的 住手 好 敢问公主 您跟驸马澄清这么久 她有没有交代过她的背景 其中是不是疑点重重 本宫家事 也轮得到你来过问 公主 您有没有想过秦湘莲为什么要状告陈氏妹 如果她说的都是假话 那就是杀头之罪 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 住口 公主 驸马之所以对您换过神明 不是因为爱 而是因为他们皇家的权势 我也是为人妻子的 我敢说 陈氏妹根本没有爱过你 你说什么 ください 传犯人陈氏妹 吴吴 秦相连撞到陈氏美重婚一案 经本府派人到军州查探 已将人证物证带回 传人证 陈诚彩 包大人 陈诚彩带到 草民叩见包大人 陈诚彩 你家住何处啊 回大人 草民家住军州陈家村 你是否有一堂兄 叫陈氏美 是 你看清了 你口中所说的陈氏美 是否在这 公堂之上 陈诚彩 回大人 我的堂兄不在这里 陈诚彩 你堂兄不在公堂之上 那他是谁 我不认识他 陈诚彩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不认识我吗 我是你嫂子 你别胡说 我根本不认识你 陈诚彩 当你在军州 明明亲口承认陈诚美是你堂书 我们还亲眼看过你家祖谱 为何现在要胡乱作证 我没有 我没有 包大人 当日我们查看过祖谱 祖谱里面确实记载 陈诚美娶妻 秦香莲 生子陈小康 只要翻看祖谱 真相四回大白 请大人过目 怎么了 包大人 有何不妥 少了一言 包拯 现在人证物证 都未能证明 驸马 是这丰富人的相国 以本太师之简 理应尽早释放驸马业 原来是你搞的鬼 不敢进来 你们这群人太被庇慕池了 竟然买链 请人万把鸡 苏京 包大人 正如展护卫和欧阳捕快所言 陈诚才 确实曾向他们证实过 驸马的身份 如今他却在公堂之上 突然翻供 所以这件案子非常复杂 而且疑点重重 木才恳请包大人 对驸马陈世梅 行训 混账 区区一个壮尸 竟敢提议对驸马用刑 保证 你身为开封拂允 竟然纵容刁民在公堂上闹事 你这官是怎么当的 没错 既然无凭无据 凭什么对本驸马用刑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本驸马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们胡闹下去 驸马请留步 包装 你这是什么意思 此案疑点重重 在案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驸马必须留在开封府 若然我不留呢 你用爱我何 那就别怪本府不客气 来人 在 将驸马押下 是 谁敢动驸马分毫 包装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纵容你的属下 对驸马挥刀相向 你眼中 到底还有没有本驸马 公主 本府长蒙皇恩 只是依法办事 为名申冤 并无意 针对任何人 是吗 你满口说着 身受皇恩 那你可认得 先帝遇刺的紫袍 如今驸马紫袍加身 见紫袍如见先帝 你们几个还敢动驸马分毫 好难道你们都想杀头吗 包大人 如今人证物证皆有无关 那么我想问一句 能否命令你的手下让开 好让我与公主一同回去 包大人 若今天放他回去 恐怕以后更难取证了 包大人 绝对不能放过他 包大人 由于证据不足 未能证实 秦香连与陈世美 有夫妻关系 本府宣判 将驸马释放 起驾 回宫 起驾 那个陈世美 最大惡急 包大人居然就这样放了他 茗玉 你这次被打的真是太勇往了 茗玉 对不起 连累你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这时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益 我还是带着小康和小家回军州 你再说吧 香连 千万不要灰心 就算那个复兴汉今天可以逃脱法网 但是天网灰灰 我们一定可以将它绳制于法的 苍天是有眼的 你救命 今天我们学会了几个生字 你快看 这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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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怎么了 娘没事 娘现在就带你们去吃甜汤圆 然后看你们写字 茗玉 秦大嫂也真够可怜的 现在连开封府都帮不了她 那她以后要怎么办呢 这倒未必 说不定会出现转机呢 公主 今天真是多亏了你 我才没有被开封府的人冤枉 幸亏公主为我多番奔走 真是辛苦你了 你既是驸马 也是我的夫君 我又怎么能看着你身陷淋雨呢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将你救出来的 师妹能娶掉公主 真是师妹的福分 公主 你今天也累了 我陪你回方休息吧 等等 我有些话要问你 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想你亲口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骗过我 公主 我从来都只是爱你一个人 我对你 没有半句谎话 那你能不能坦白地告诉我 那个叫秦湘莲的 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发妻 公主 难道连你 也不相信我吗 夫妻相处之道 贵在坦诚 既然你我要白头到老 我就绝对不能容忍枕边人 对我有半分赢吗 我在公堂之上 将所有事情都说得一清二楚了 我是被人诬陷的 才会蒙上着 杜白之冤的 没错 在公堂之上 你已洗脱罪名 可是这里不是公堂 是我和你的家 我只想你对我 坦白一切 我发誓 我陈世美 就只爱你一个人 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女人 她跟我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既然是这样 我明天就请那个女人 到府西宫来 和你当面对峙 好让我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了解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先立刻 我父亲 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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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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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飘紧紧叹息人生悲苦 不知道这方是否有贪图 只想化作一朵落木叶花 永世不变的祝福 心情飘紧紧叹息人生悲苦 用过往尘埃关最后幸福 只愿化作一朵落木叶花 天亮后泪海成风 心情飘紧叶花 小几瓶 心情飘紧叶花